大家好,我是从业五年底薪五千五行缺关注的357年五环军 一个用大白话讲硬和商业的亮仔 不知道各位是否已经踏上火箱的脚步 反正准备原地过年的五环军最近正在凑牌友 想入局的小伙伴欢迎在公屏上留言 说起这个打麻将,五环军想起一个段子 你打多大的天? 打一亿飘十亿的 这个十年前的小品还能拿上亿的牌局开玩笑 但是现在这种上亿的牌局真是见怪不怪 最近抖音、快手、百度纷纷更新了春节的OS版本 先不管功能上有什么变化 看看封面就全明白了 看着三家斗地主的场面 五环军只是微微一笑丝毫不慌 毕竟这些年被百亿补贴养大 何必在乎这二十多亿的小钱 不过,现在的春节早已经变成了大上的红包站 核心战场更是在春晚舞台 抖音在前几天刚刚官宣了自己 成为2021年独家春晚红包伙伴 并且除夕夜要发出12亿红包 去年快手上春晚 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红包给老铁们点赞 不过今年抖音想要的 绝不止点赞这么简单 我们都知道 抖音今年的合作机会绝对是从天而降 之前说好的拼多多上春晚 却被众所周知的原因给pass掉了 就在1月15日 抖音悄咪咪地上线了抖音支付 加上春晚红包的加持 想必抖音支付将会是今年春晚的C位 回归这个春晚红包发展史 基本就是从2015年微信支付开始的 当年微信花了5亿发红包 换来了2亿绑卡用户 直接啃下了支付宝 辛辛苦苦打下了半壁江山 也由此奠定了移动支付数强的格局 后来支付宝百度钱包分分效仿 6年的时间 红包金额从5亿涨到12亿 可见春晚这个场子有多火 那么问题来了 抖音支付 今年又能否再去微信支付的成功 五环君拍着胸脯给你保证 不能 我们先从微信和抖音两个产品本身来看 微信是一个社交场 发红包转账这都是刚需 抖音是一个娱乐场 你给小姐姐点赞才是主要目的 当春晚这么大的流量涌进来 后续如何承接和转化是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百度钱包也是花了10个亿上春晚 但是后续没有产品承接 当晚大家热闹一下就接网银行卡了 当年的百度财报 居然还因为这次春晚 花了太多的营销费用 而落得各上市以来的第一次亏损 另外 你说上升到对支付行业的改写 更是大可不必 微信与支付宝在支付领域的护城河 并不是二维码 而是从支付而衍生出来的政务服务 支付缴费 以及线下多样化的交易场景 只要政策层面 不会对支付行业的现有格局 做出监管要求 那么抖音支付想要追上来 还为时过早 这些都充分说明 春晚绝不是流量解药 那可能有人会说 抖音除了小姐姐跳舞 还可以卖货呀 我绑了银行卡 可以买东西用 五环君不否认这种说法 但我们要看 短视频平台的电商体量 到底有多大 快手照顾书里写道 去年前9个月 快手立上的GMV是2041亿元 而淘宝直播同期的GMV 超过3500亿元 几乎相当于抖音和快手之和 这样比较下来 抖音和快手的电商 其实刚起步 一场春晚 却能挑起支付和电商的大量 这不现实 不过 这也道出了抖音 为什么要做支付这件事 不要看抖音支付 是最近才赶牙子上架的 其实去年 字节就通过收购 拿到了支付牌照 说白了 抖音支付的推出 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五环君来分析一下 这背后的原因 第一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手续费 之前王兴曾经回应 为何在美团砍掉支付宝 他说微信的手续费便宜 就是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 都是要从交易中 抽取手续费的 那你说抖音现在直播 也有个千亿规模了 他肯定不愿意 再让中间商赚差价了 除了钱 其实第二个原因更加重要 就是数据安全 我们在抖音里面 需要用到支付的场景 有三个 投放抖家 直播打赏和电商 投抖家和直播打赏 我们都是用的抖音币 那你支付的实际数据 还是沉浸在抖音里的 所以这两个支付方式 并没有抖音支付的身影 而电商支付这部分 一直是支付宝 微信等第三方 交易数据都是流向外部的 所以抖音 只在电商部分 设立了抖音支付的入口 也是为了让数据 整理在自家平台 去年10月份 抖音就开始禁止 第三方链接进入 直接砍掉了淘宝的 一个流量入口 如此一来 抖音支付的上限 将充分实现 抖音电商生态的闭环 而交易数据 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它可以了解到 用户付费的习惯 偏好 好像都得卖点金融产品 比如美团的美团岳父 滴滴的滴水袋 但凡手握支付牌照的平台 都有机会 上限个人信贷服务 以后借钱打赏 借钱买买买 在短视频平台 都将成为可能 并且短视频平台 在实现金融产品转化方面 有更天然的优势 对于知道用户想看什么 想要什么的内容平台来说 就有了更精准的 向用户提供 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并且结合多样化的视频内容 实现更加高效的转化 尤其是当奇葩代广广告 已经遍布全网时 抖音快手亲自收割 会比这些广告投放方 来得更容易 有好处得让自家兄弟先上 交易数据的沉淀 除了实现内部成品转化之外 也是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方式 在星巴假烟窝事件的风波下 直播电商的退货率 以及售后口碑 面临舆论危机 价值直播间 虚假流量 品牌方 虚假商品 直播方伪造订单数据 骗取坑位费等转烈的爆出 短视频平台的直播电商 如履薄冰 防止第三方数据的流出 也是在给直播电商 穿上防护衣 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要看春晚这一夜之后 抖音支付如何留住用户 在许多支付行业分析师看来 想要留住人 最直接的就是补贴 用真心白银养成用户习惯 才有接下来的可能 当然 还有个核心问题需要考虑 到底有多少人 愿意在短视频平台 养成消费习惯 留下自己的消费记录呢 今天这期视频 武环军就和大家来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见